10月11日Campbell市长罗达伦的支持者在Fremont的La Pinata餐厅为他举办了一个筹款活动 到场人员包括加州众议会副议长马世云和他的特别助理谢汉平 Fremont市议员Suzanne Lee Chan和Cupertino副市长黄小熊等人 罗达伦是Campbell的现任市长 他将与其他八位市长候选人竞选连任 他的竞选口号是解决市政预算问题 罗达伦是一颗政坛的明日之星 他是美国最年轻的亚裔同心链市长 今年才27岁 他是Campbell第一位将现代科技引进到政府机关的市长 让市政府的运作更能透明化 他的现任政绩包括政府的开放措施 以及透过和各个组织、工会和市政府之间的合作 我们是第一个市场首次的市场 我们的公共安全警察认证明 他对改善市政的热情已经得到加州政坛一致的肯定 他被选择了 他第一次努力地努力在公共的政策 然后他非常强烈地与他们的公共的政策 我觉得他最好的一件事就是他非常年轻 他也对这个社区的事情很热心以外 他对老一辈的人他也非常尊敬地去做这个事情 他在任期间不管是在交通、治安、预算或开放政府等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政绩 红星卫视记者和平会Fremont采访报道